读懂了知智通鑑 就读懂了人生 何人读通鑑 欢迎关注何人读通鑑节目 今期我们来讲《诸葛亮入局而迷》 留给三顾草劳的故事人人皆知 虽然大多数人都是从罗冠宗的小说《三角演义》看来的 但是他的梗概和史书所记大体相同 只不过小说家加入了很多文学艺术的渲染 简单来说就是讨伐董卓的诸侯联盟瓦解之后 经过数年征战太若留强 曹操和孙权分别占了北方和东南的大片疆域 成为两极 而刘比仍然没有自己固定的妻身之所 只要四处流传 寄人离客 刘比对前途深感迷惘 于是接受了徐树的建议 去请教隐居隆中的朱葛亮 朱葛亮为他分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强弱 以及因应之道 要怎样先取倾州 再夺益州 在四川和汉中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使自己成为曹孙之外的第三极 造成鼎立之势 然后实施乱吾抗曹政策 等到时机成熟才随途统一大业 朱葛亮具体是这样说的 现在曹操勇兵百万 叶天子以令诸侯 你这个时候是不能够跟他硬砍的 宣权佔有江东以历三代之久 国家有长江天险守护 又破得闻心 有才能的人都落于为其所欲 你只能够跟他互为元军 别想着要吞并他 倾州北面有汗水和免水 水路交通一直可以通到南海 东面是经济繁荣的吾棍和沛溪 西面可以通往巴塑 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地方 现在的主人刘表 是不可能守得住他的 实在是天上天赐给将军的礼物 而益州地势险要 土地富饶 被称为天府之国 但是刘章 昏暗懦弱 张佬在他的北面 各富民书却不知真爱 有色之事 早就希望能够换个开明的君主 将军你既然是汉朝的皇室后人 信义之名又远过四海 如果同时拥有 倾州和益州 充分利用山川形势作为国防天险 理讯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 和宣权 结成巩固的联盟 在国内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系 一旦外面世界发生变化 到时就渴望领导天下诸侯 振兴汉塞 这片就是十分著名的诸葛亮 向刘彼所进的当时天下大势预测报告 史称 农中队 未出草劳而知天下三分 后来的事态发展 证明了农中队的极高准确性 为何诸葛亮那么厉害 我认为 在于他的理智和务实 当时的局势很明显 曹操在北方 孙权在东南 以不可动摇 能为英雄用武的 只剩下 倾州 益州和巴郡 问题只在于 刘彼 怎才能得到这三个地方 按照诸葛亮的设计 刘彼应该不理用什么办法 先占了荆州 事实上 这件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因为荆州目楼表 因病危在单直 而且出现了纳治危机 自知刘彤 没有什么军事才能 正在荆州暂时借着妻生的刘彼 和刘彼的长子刘彼 有好 只要刘彼愿意 夺嘴荆州 话都没那么容易 意外的是 曹操此时 突然征讨荆州 流中 望风而行 使荆州很快就落入曹操之手 彻底打乱了朱国亮的计划 虽然曹操稍后大败于赤壁 荆州转为宣权所有 留给亦得到老叔的帮助 从宣权手中借荆州 总算实现了 占有荆州的设想 但是借回来的 不像自己打回来的 所以 也就埋下了 吾熟增地 摧毁了抗曹联盟的伏善 在巴郡也是差不多 曹操先刘比一步 灭了张老 占了巴郡 虽然后来刘比夺了汉中 但是得地不多 使诸葛亮设想中的熟角版图 少了一大块 为其日后出奇山佛艺 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这些固然是诸葛亮在龙中对中 没想到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以荆州为跳板 在村属立国的红套 却之成为事实 两次意外带来的遗憾 不能够抹杀他的远见着色 而他的远见着色 是建立在基城应现实 又有可行的 应对手段的基础上 这个就是理智和慕实的力量 但是很可惜 诸葛亮这种理智 无实精神 不能够始终贯着于其一生 他入留给幕府之后 尤其是留给白帝城托姑之后 诸葛城上就逐渐以感情代替政策 诸葛亮留给后世的文字不少 他陈秀在三国志属书《诸葛亮传》中所列 《诸葛亮宅》共计有十万余字 而与龙宗队齐名的 当数其前后两篇出诗表 如果说龙宗队是冷静的分析 特点是晓之以理 则两篇出诗表就是伤感的劝贱 特点就是动之以情 前出诗表写于太和元年 即是二二七年 出奇山佛藝之事 这篇表的主旨是强调先帝托父之重 需举全国之力来实现他 为达此目的 皇帝要亲言人 缘小人 逆而致谋 以知周善道 拆立雅言 深追先帝为兆 群臣要担起 斟酌显益 进尽忠言的责任 而丞相我 当掌帅三军 不定忠言 此乃神 所以报先帝 宗陛下之职份也 满子都是 先帝的触托 后人的责任 而对敌我力量对比 大动干戈利弊的 冷静分析 亦再不见了 天下三分 亦周疲弊 此成危急 全亡之秋也 当然是对真实形势的理性认知 但是却敌不过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报恩情怀 后出诗表 是否后人毅托 是有争议的 焦点之一是 三国志的 诸葛亮传 没有收入这篇文章 但是既然 知智通监收了 先以马刚他们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 我就姑且假定 是诸葛亮写的 从这篇文章 我们知道 诸葛亮也清楚 神佛策 财约的强 但这个时候 主导他决策的 已经不是能否实现目标 而是 言不佛策 黄业亦亡 为坐以待望 属于佛之 只能够鞠躬尽 死而后而 倒翻铺 明知没有取胜的把握 但是为了报答先帝三顾的知语之恩 于是舍命一搏 感情当然是十分动人的 但是这条命 不单只是 承上个人的生命 亦是国家的运命 能不能够或者应不应该频繁出兵佛艺 是由关属国存亡的战略大方针 号称一身为谨慎的诸葛亮 其决策 从实际效果来说 是创意的 亦是不负责任的 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 三国志作者 陈秀对他的平生工业 固然赞赏有加 但是亦没有忘记指出他的瑕疵 然年年动众未能成功 他应变仗略 非其所长于 不过 将诸葛亮出思未知新先史的结局 归咎于他在军事上不善于应变 我认为是不准确的 诸葛亮最要害的问题 在于将报恩看得太重 而急功近利 以至感情凌驾了理智 在三户茅劳之时 朱葛亮和刘比是初相式的朋友 尽可以实事求是 坦诚相对 但是当朱葛亮进入 汉属集团 成为其重要的一份子之后 他们的关系 就变了军神 朱葛亮 身不由己 再加上这种 军神关系 竟然纯粹都没有 以而我渣的成份 只有披肝力胆的真诚 慷慨赴死的愿望 于是 即使 以至于朱葛亮 旁观而清 以入局而迷的悲剧 也就难以避免 以感情代替政策 是决策者的大忌 真是不到你不信 好 朱葛亮入局而迷就讲到这里 下期我们讲机会主义者宣权 多谢大家 請hi tickets 请不吝点赞 咱们 一天 请不吝点赞 启点赞 请不吝点赞